欢迎您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第436集 这一瞬间 仿佛寺下里的热量都被完全的吸附到了那条蓝色的火焰周围 四下里的树木的叶子都纷纷掉落 那蓝色的火焰似乎能够将所有注视它的视线都给吞没进去 连心神都要沉浸下去 沉浸跌落入那浩瀚深蓝的海洋当中 火焰跃动的方式既仿佛像是岩浆 又如同是千万正被焚烧着的幽蓝色的灵魂 剩余下来的五名升华士兵 视若无睹 即使得奔跑冲上 他们脚下发力 践踏过的地方就有若是炸弹爆破开来 烟尘弥漫轰然的奔跑车冲扑了过来 这时他们毕竟是以下扑上 占据了莫大的烈士 林银绣挥舞着银色长斧 居高临下割出了三道飞旋的银色光芒 而斩蛋却不是人 而是预判着这五个人的落脚点上 顿时荧光四射 可以建立的泥土树木纷纷滚落 立即将他们的奔事所持之了 而这时候老胡又举起了一块举石 是猛人家砸了下来 当前那名升华士兵长声拐叫了一声 将头一埋用着双肘护住头脸 双足用力的蹬在了地上反扑而上 竟然是要硬生生撞那块巨石 短时是石血飞尖 那巨石竟然被活生生的疑撞两断 只是当今那名升华士兵队长的上冲之事 立即停止了 他被活活的砸落 连带他身后的三名升华士兵 也被连带着滚落了下去 而剩余下来的那名升华士兵 却是痛楚无比的哑叫了一声 他刚刚寻找到掩铁 拔出了背上背负的狙击枪 一道银色的光芒就飞斩而来 荧光似射当中 他躲藏的那块岩石被直接斩了开来 这石尘混合着土尘 速速的洒落了他一身 紧接着一条黑沉沉的铁链 若毒蛇一般斜刺的 拨的一声 穿透了那名升华士兵的胳膊 打了一死结 然后就活生生凌空拖了过去 这屠夫我此时出手了 连续的惨叫声以后 黑色的乌血喷溅着 然后从坡上丢下来的残枝断碎 以及那破碎的头颅 不问可知 这上面到底发生了何种事情 那名升华士兵队长咆哮了一声 在这指甲之上是灰蒙蒙的暗淡无光 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光泽 竹枝一般的手指握成了拳头 一仰头 锐利若阴损一般的凶狠双眼 已经是上望的怪 可是此时的方林已经是蓄力完成 他的左手划出了一个半圆的糊涂 然后猛人间一碗 空气里面出现了一团蓝色的炙热火焰 玄鹤跳跃着 提地划出 高速的下着像方的五个人追烧了过去 而这一招 就是方林从八神安的技能当中 领悟出来的自己的技能 贬异暗勾手 他这一招里面 赫然已经有了自身的神髓在里边了 那是一种冰冷的飞扬跋扈 这一招在方林的手中施展出来的时候 与八神的动作是略有分别 而本来的紫色火焰化为了大海一般的湛蓝色 自从在黄金主线任务世界当中 用这招虐杀了赵熊以后 方林已经将这招在梦魇空间当中逐步的演练 融会贯通 化为自己的遗迹 秘密武器 燕衣暗勾手经过的地方也燃烧起了微蓝色的火焰 看上去似是一条炙烈的诡异的蓝色火之路径 夺目飞长 方林的眼上这时候也露出了痛苦之色 打出了变异暗勾手以后 自己的手掌上面的蓝色火焰依旧是没有熄灭 他反驰主人了 将这手掌上的皮肉都烧着的是吱吱作响 这道幽蓝色的蓝色火焰 就拖拽着一条长长的蔚蓝色火之路径 安静的飞扑上了生化士兵队长的全身 就像是一条白头土性的长蛇一般 浪涌着直接扑上了他的身体 生化士兵队长的口 鼻触全部喷出了成大半米的蓝色火焰 他这表情由僵硬到抽搐 再由抽搐到痛苦 最后是惨叫着向下摔落 顺势还本能的一把抱住了旁边的队员了 看样子这名叛径特种部队的队长 已经是恢复了自身的意识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就在于 方民这阴毒蓝色火焰之上 从生化学人的例子里面 方民已经判断出了 外星人控制这些生物的主要手段 只怕还是那条盘踞在他们脑海里面寄生的虫子上 而屠夫泼上去的那名士兵的位置 则是提供了脑部寄生虫的具体位置 因此方民的这一记变异暗勾手当中 所内含的火镜立即在敌人的脑部当中爆发了出来 直接将那条控制宿主的寄生肥虫给烧成了灰烬 而没有了外力的压制 叛军特种部队的队长虽然还不能够恢复意识 但是人类躲避危险的本能已经恢复过来了 正处于失衡状态呢 向下摔落的队长立即本能的想要拉住什么东西来保护自己 不至于跌落呀 所以他就一把本能的抱住了旁边的队友了 方民猛然间钻进了拳头 将掌心当中灼烧自己皮肉的蓝色火焰生生的给掐灭了 爆炸声响起蓝色的鹿烟飞溅着 铺满了那个队长与他抱着的生化士兵的全身上下 将他们燃烧成了两只蓝色的巨型火炬 腹肌食肉的蓝烟确实必须要火抗性才能抵消的 这里虽然是三世界 但是却是以远程攻击为基调的世界 巨型人物的人体防御力未必就高到哪儿去 更是不能够与黄金主线任务当中 巨型人物的身体素质相提并论了 方民打出的这一剂暗勾手 已经完全的将两大强者的火焰特性融会贯通在了一起 他还要加上自己的创新演绎 只是对自身的伤害似乎也不轻 他脸色苍白的 看着老胡已经若怒虎一般的充斥而下 身上还夹带着滚滚落下的石块树干 生尸惊人 生鱼下来的两名生化士兵 失去了队长的掩护与阻挡 他们虽然并不惧怕死亡与疼痛 但是两个人已经被方民一行人给包围了起来 这屠夫勾走了一个老胡直接是一对一 那几乎已经是完全没有悬念的战斗了 不过哪怕就在这样的烈士之下 方民也是揪出了一身冷汗 那是因为自爆 这剩余的两名生化士兵竟然在发觉没有胜算的时候 就直接施展了自爆 他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高速的张开手脚飞扑了过来 体表仿佛像开了锅的西周一般是咕噜咕噜作响 恶心飞场 若不是当时屠夫正好在方民的前方 代替他承受了这一炸 这后果当真是不可设想 要知道 以屠夫的超高体力值 也被活生生炸去了小半个身躯 浅黄色的脂肪混合着乌黑的鲜血 涓涓流淌而出 被炸碎的躯体碎块哗啦啦啦 从天上降落下来 仿佛下了一场泛滥的血腥之雨 屠夫疼得是惨思连连 黑是报复性的吞吃敌人的尸体 而这五个人掉落下来了五把钥匙 但是都没有开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只有一件B级道具 应该还算是颇有价值 B级道具 基因注射液 注射以后将会使你在1.5秒内 移动速度 跳跃能力增加百分之百 增加的移动速度与跳跃能力 并非是按照当前状态增加的 而是以你的最高移动速度和跳跃能力来计算的 本道具注射以后将会出现长达30秒的副作用 副作用出现的时候将不能使用任何技能 移动速度降低百分之三十 方林走了上去 从血泊与尸体当中寻找到他们掉落的士兵名牌 虽然只是找到了三块名牌 并且其中的两块名牌已经弯去了 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 仿佛被强酸腐蚀过一般 但是还是有一块十分清晰 正是那块队长脖子上面悬挂的名牌 很好 方林这唇角露出了一门冷笑 他握紧了那块名牌 我们撤 撤 老虎口中虽然是疑惑着问道 但他却是第一个转身向后走的 方林点了点头说道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限制太大了 没有可以使用强力魔魔术召唤的生物 我实在被限制的太大了 先前打住的这一击A加级别的技能变异暗勾手 就几乎将我的精神力耗去了一大半 而我们先前所面对的人 却还只是外围的巡逻人员 这个地方的守卫之强悍 何想而知了 不要说是破路金字塔 拿取伽玛矿石 就是我们进去以后能否活着出来也是个问题 何况 我隐隐还有一个预感 那就是这个山谷当中最可怕的地方 只怕还不是金字塔这儿 而是我们后面的那一处小山包当中 若单靠我们几个 那是绝对无法拿回伽玛矿石的 所以 一定要回去重新想个办法 三根名牌的链条 在方宁的手中被紧紧的攥着 在下方有三片金属所致的士兵名牌 随着手掌的抖动相互的撞击着 叮当作响 方宁将名牌高高举起来 前后左右旋转了一下 对准了一处隐蔽的摄像头 平静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队友的下落 以此牌为证 若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来这儿找我 方宁一行人歼灭了那支六人小队以后呢 便赶在敌人没有做出反应之前迅速地沿着来路退回到了冰窟当中 若是等到敌人察觉到自己一行的突袭潜入之后再做出反应 那么只怕是逃也逃不掉了 冰窟当中呢 地方狭窄 一手难攻 若是用来防守的话 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而在这个环境里面 外星人所控制的这些变异生命都被归纳入进了亡灵生物的范畴 而这些变异生物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被脑海中的寄生虫所掌控着 因此这些生物都是方宁无法用强力磨灭术所控制的 方宁用强力磨灭术控制一个敌人 不仅是令敌人的实力削弱还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最后敌人的灵魂能量还能够提供给方宁补充作用 而这个环境却是彻底的断绝了强力磨灭术施展的可能性 几乎就将方宁的个人实力削弱了至少四层以上 方宁呢 绝对不是一个莽撞的人 在几方实力被削弱了这么大之后 才贸然进击 无疑是自寻死路 当然就应该寻求那一切可以帮手的力量了 在这个地方可以借助的帮手 若从实力上来考虑 首先就是那一头庞大的猛马战相 其次呢 则应该就是那群马瑞登方面的战士 薄熙干之牙特种部队 猛马战相 毫无疑问 那是一枚定时炸弹 至少目前还是无法掌控 但那个薄熙干之牙特种部队 却是大有利用价值的 看得出来 这特种部队是十分注重战友之间情谊的 否则当时也不大可能在这样孜孜不倦的冒险里 寻求复苏队长的方法了 甚至还不惜忍气吞声付出高科技武器来进行交换 他们在这领的任务或许同自己是有所冲突 但是目前来说形势相当明显 那就是外星人的势力显然是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 双方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啊 自己呢先抛出了薄熙干之牙特种部队渴望得到的线索 再表示出某种诚意出来 那么相信敌人至少也会考虑暂时合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便来到了之前薄熙干之牙特种部队布设的一处摄像头的前方 表示主动愿意合作 只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远处就传来了脚步声了 一名薄熙干之牙特种部队的成员就已经面无表情地盘缠着走过来 方林是面上微笑不动声色 其实在这上下打量的一瞬间 便已经觉察到了这支特种部队当前的处境是十分的尴尬 很可能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抛开别的不谈吧 但是眼前这名叫做强生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身上就有着大块的血迹 血迹呢集中在了肩胸之处 这说明特种部队成员当中受伤的人必定不少 强生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就被沾染上了大量的鲜血 并且这强生的军靴前端呢犯出了淡淡的红色苔藓的痕迹 这就表示着他们先前主攻的位置呢 恰好是生化雪人密集的区域 那儿连方林一行人也不敢直列其风的 那这些家伙面临的激烈战斗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说来就算方林不找他们他们也要找方林了 同雪人激战的时候若不被他们喷出的寒气所伤了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而方林的火焰治疗手段可以说是最迅速最彻底最快捷方便的方式了 对于方林一行人来说呢 只要不被那寒气正面命中 方林拿捏几下就能叫这若复古之躯一般的洞伤给恢复 但是呢对于薄熙干枝崖特种部队来说 那就只能是咬牙应忍了 强声用警惕的目光打亮着方林一行人 还阴沉着脸说道 我要看看名牌 方林很坦然的将这名牌抛了过去 这些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取信于这些人 但是对方不还他也没什么无所谓的了 强声是仔细地用手指头摸索着名牌 然后又拿出了一个显微镜的镜头凑在了光源的前面 仔细地观察着名牌上面的细微之处 紧接着他拿出了一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着 将黄色的火焰顶端凑到了名牌的上面 开始并没什么异样 但是当强声将这名牌小心谨慎地在火苗上面移动了以后 渐渐地火苗的颜色开始变成了淡淡的红色 紧接着名牌的外层啪啦一声裂出了一条小细缝来 然后这裂纹越来越密集 表面很快地化成白色的灰烬散落 露出了一片光亮的不锈钢小片出来 强声地迅速地从小腿旁边的迷彩库里面 取出了一只火柴盒大小的长方形的仪器 熟练地将那片不锈钢小片塞了进去 仪器里面先是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然后是子弹打在了岩石上的啪啪啪的嘈杂声 还有这爆炸声痛苦的呻吟声传来 随后是一阵模糊的喘息声咳嗽声过后 仪器里面传来了一个沙沙疲惫的话语声 这里是波西甘蔗亚特长部队 沙威 沙威福特在和你通话 重复一遍 这里是波西甘蔗亚特长部队沙威福特 在和你通话 我们已经按照地图 进入了这群盖森的外星人伐众的基地当中 只是 只是他们已经将警卫设施变更了许多处 我们早收到了猛烈攻击 他们有那种恶心无比的仇吐 从吉姆的冰孔里 从他的鼻孔里灌了进去 我的圣地 吉姆挣脱他们的圈套 成功逃了回来了 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我会给他一个热情能拥抱的 我会给他一个 等等 这该死的家伙 我什么会拿着枪口对着我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新兵蛋子才会犯的错吗 我 拿开火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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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 妈看不见东西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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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